最近花蓮市警案箱连续传出多起窃盗案 嫌犯锁定可变卖的高价金属 包括了铜线电线、冷气铜管或者是手机等物品 在步伐取得之后又要赶快兑现 流畅在花蓮随机偷窃 经过警方的巡线追查 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为 27号把人给具体盗案 凌晨天还没亮 有名身穿条纹上衣的男子 连安全帽都没脱 就将手伸进路边货车的帆布下不停摸索 绕出一捆又一捆的电缆线后扬长而去 原来他就是近期横行在花蓮的电缆大道 没有出去工作要用啊 要用电线才发现电线不见了 然后他回来掉电池漆 大概损失多少钱 大概五六千块 他到处偷啊 他现在铜比较贵 对啊 两百多块啊 一公斤哦 连被害人都不得不说一句真实是货贼 因为他专挑高价金属变卖 这名抽薪嫌犯先从24号凌晨开始在一处工程行 投一批铜管和手机四台价值数万元 同一天下午再去一处工僚 投一批八千元的电缺巨链 隔天凌晨又光顾令监工程行 窃取六千元的电缆线 26小时内就犯下三起切案 犯案后他叫计程车大包小包的赃物 多到还要问奖帮忙搬到后车厢 原警抓到人时 赃物已经被他卖个精光 窃贼两手一摊就是没钱赔 让受害店家欲哭无泪 那已认定买家明知故买 让这些大到能畅行无阻的变卖 已经成为花莲警方的大问题 但未来原警会积极侦办 杜绝持续嚣张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